大理禁司堂前一艘大法船格外吸引目光 这是慈禧基金会以当地怀旧人文采风为主题 分别在中区总共六个展区所推出的 把心靠岸 传人间情 传与传连展 其中大理一展区以法船比喻引渡众生到彼岸 让众生依靠着爱 把心靠岸 民众可以在逛展的过程中 体会传统文化的美与礼人间的爱 船就是可以运载群生嘛 然后可以带着大家呢 从此岸渡到彼岸 那我们呢 特别呢 在大理的地方呢 把它放置这一艘算是装置艺术 因为现在很流行打卡拍照区嘛 那所以呢我们就要让会众来的时候呢 可以结合在地的文化 然后我们希望邻里之间呢 可以呢 传成在地的文化 也可以传心 也可以传爱 让这个爱呢 不断的传下去 走进展区内 随即看见环保志工 发挥创意画符朽为神奇的杰作 以及持续投入的心血结晶 另外还有一张张老照片 诉说着慈系人如何协助灾民 重建永续温馨家园的点点滴滴 成为社会安身立命的稳定力量 而这里最饶富趣味的 则是可以寻访历史的轨迹 了解大理义的由来 其实我们这次中区的六个连展区里面 大理义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区域 因为我觉得大理它是一个有故事的一个城市 希望藉由这次的展览 让我们这个地方的社区会中可以了解 我们大理的长久以来 它的文化底蕴竟然是这么的丰厚 因为它曾经是台湾的第六大城市之一 所以我觉得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个 大理的一个起源 让我们可以在地的人 让他们有根的感觉 本次船与船连展展集为期半年 从即日起到2023年2月28号为止 欢迎民众西家带卷前来 在互动游戏中增广见闻 也感受地方人文特色的魅力 以上新闻由这身电来记者 吴春满 林燕宇 在台中市的采访报道 前面的地转身广播电台 欢迎民众西家带卷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借支持